我们来介绍奈米光触眉 我们现在想一下 什么叫触眉 国中有学过 像我们受伤的时候 如果在伤口涂上双氧水的时候 会很痛 而且会发现伤口上面有泡泡产生 这些泡泡来自哪里 是我们的身体 还是来自双氧水 好我们都知道 双氧水它的氧化力非常强 所以产生的氧气 是来自分解我们血液中的酵素 而在一般的环境之下 如果没有催化剂的时候 就是没有触眉 双氧水分解形成氧气的速率非常慢 而我们血液中有芽铁离子 这个芽铁离子就是一种催化剂 就是触眉可以加速双氧水的分解 所以我们来解释一下 什么叫光触眉 它可以翻译成利用光能 使催化剂就触眉 触眉英文写下 产生作用 产生作用 它是利用自然界存在的光能 转换成化学反应所需要的能量 来催化作用 那我们为什么要把触眉奈米化 我们有提到了 它可以增加跟反应物接触的面积 所以触眉的表面积如果越大会越好 所以当尺寸越来越小的时候 它的比面积就是表面积跟体积比会越大 换句话说 总原子数中表面原子数所占的比例会增加 所以触眉的活性就会更大 光触眉材料非常多 像二氧化碳、氧化氫、二氧化锡等等 但是我们最常用的都是二氧化碳 因为二氧化碳它氧化力比较强 而且化学性质非常安定 没有毒 而且光触眉都是一种半导体 我们写在这里 它都是一种半导体 那为什么使用半导体呢 是因为半导体具有一种特殊的冷带结构 这个在物理会学到 它有所谓的架电子带跟传导带 在这上下两层之间 会有一种能量差 这种能量差 我们叫做人系 就是一种裂缝 英文这样子 Burn, die, gap 所以电子如果要可以导电的话 它需要从架电子态 吸收能量要迁到传导带 才可以导电 我们可以做个比喻 这里是AD 这里是BD BD有个村庄 每个房子里面住一个人 每个房子住一个人 假设这里有四间房子 住了四个人 这里是河流 住在BD的村民 被困在房子里面 不能自由移动 所以如果我们给他吃饭 他就有能量 可以跨越这个河流 而来到AD 在AD的村民 他可以自由移动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村民 代表是一个电子 当电子 由架电子带 吸收能量 要迁到传导带的时候 他就变成可以导电的电子 好这个写一下 这是电子 从架带到传导带 需要吸收能量 我们看到这个电子上去之后 这边就没有电子的 就会形成一个洞 我们把它叫做电动 而这个电动的数目 就是电子的数目 你看这边有三个电子 从架带跑到传导带 这边就形成三个电动 而我们奈米光处美刚讲过 都是以二氧化碳当作材料 而这个二氧化碳 架带中的电子 要跑到传导带的时候 它所吸收的能量 刚好就是我们光里面 紫外光的能量 所以老师这里写个UV 代表紫外光 而在传导带的电子 可以跟空气中的氧气作用 就像是一样的地方 然后嗯 降得出来 我们下午三分钟 然后回到部门 城市场 关于一氧化碳当作材料 就是一氧化碳当作材料 所以我刚好看 真正的氧化碳当作材料 成了一氧化碳当作材料